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,可谓是宇宙的终极问题之一,而目前最为流行的宇宙起源说,那是大爆炸说,但是,该学说虽然已经成为科学界的主流学说,不过反对声和质疑声一直不断,因为大爆炸学说,始终无法回答大爆炸之前是什么。 当然,有人说是基点,然而,基点之前呢,大爆炸学说就哑口无言了,前不久,突然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黑洞,白洞,虫洞和宇宙合起来,照倒是一个太极图,他反映宇宙的运动,尋寻周而复视的规律。 独霸测文学的颇受启发,并深深感到古老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,或是打开宇宙奥秘之门的一把金钥匙。 换句话说,古人的智慧深不可测,他们或许早已将宇宙的终极问题替后人隐含在他们的宫廉当中,像金矿一样,等待着后人来挖掘。 下面就将本文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,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。 该玩最核心的一个观点认为,宇宙起源和宇宙结尾是首尾相连,周而复视,循环往复,重复决切的,因此,宇宙也就不存在起源和结束的问题,就譬如一个转动着的车轮,你能说出它的起点和终点的哪吗? 而宇宙周而复视的循环机制,是由一个宇宙机构所支撑的,黑洞,白洞各为宇宙的一面。 它们靠虫洞相连,黑洞吸入能量和物质,并通过虫洞进入白洞。 白洞巨大的立场,使一切物质的化作能量,能量达到几点,一切规律都不复存在,意识,时间,空间,物质和信息都不复存在了。 剩下的就是一个大的无法行动的虚无状态,能量状态,而随着黑洞将物质和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给白洞中的能量派,就会逐渐到达它的临界值。 于是爆炸发生了,能量再次释放,物质,空间,时间,信息和意识再次行跳,万物再次被创丧,并且一个新的迅速膨胀的过程再次产生。 而有膨胀就会有叹缩,到一定的时候,你像过程再一次被开启,从而循环往复,周而复始,没有终了。 所以,宇宙就是一个太极图,阴阳在极点处相连互换,在整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,宇宙就像人类的心脏,应该是规律性地收缩和膨胀的。 当膨胀到一定程度,就会受到引力的影响而慢慢收缩,当所有宇宙物质都浓缩起来,就会是极点,而当极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迫性后,就会再次向外喷吐物质。 因此,宇宙是一个循环的太极图,从这一观点出发,那么,宇宙大爆炸学说解释的,仅仅是宇宙周期运行的一个片段而已,因此,它是不完整,我们只有从太极图所揭示的宇宙运动模式,来理解宇宙才是完整的,完美的。 读者朋友,您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